大家好,我是Den 韩国一名20多岁男性在便利店内殴打了在便利店工作的短发女工读生 甚至一名50多岁的男性试图阻止时也被他殴打了 11月4号凌晨12点10分 在韩国荆州市,一名穿着黑色衣服的男子走进了便利店 之后这名男子就开始挑衅这位短发的女工读生 当女工读生说要报警的时候 这名男子就抢走了女工读生的手机 并把他扔进了微博炉里 然后就说短发的女工读生是feminist 开始殴打他了 受害工读生表示 那个人说自己不打女人 但他一边打我一边说 女性主义者就需要被打 并说自己是男性联盟的成员 男性联盟是一个主张反共反女性主义的极右派团体 韩国一般男生们也非常讨厌这个团体 总之在女工读生遭到暴力的时候 一名50多岁的男性试图阻止那名男子了 受害工读生表示 他对那位先生也说 男人应该要帮男人 你为什么不帮我要帮助feminist呢 然后就咬了那位先生的耳朵和脖子 在全身受伤的情况下 那位先生还是坚持到底抓住了加害男子 协助警方逮捕了他 这场无差别的暴力行为持续了大约5分钟 两名社会者全身多出受伤 被送往了医院 之后据了解 这位50多岁的男性 当时正在等待与女工读生年纪差不多大的女儿 看着像女儿一样的人被打 所以就向前帮助了 目前这位先生因为右手鼻鼓骨折耳朵脖子等撕裂 接受了手术 这位加害者在施暴当时是酒醉状态 但是在酒醒接受警察审讯的时候也表示 我是男性联盟的成员 因为他看起来像女性主义者 所以我打了他 并在警局继续嘲笑受害者 甚至也对帮助女工读生的那位先生说 男人本来就要帮男人 干嘛要多管闲事 这个事件曝光后 韩国网路上就出现了很多将自己的短髮照片发布到网路上的女性们 以此来批评女性仇恨和暴力行为 并呼吁严厉处罚加害者 希望能公开其个人信息 而这个消息也被英国BBC报道了 BBC在当地时间6号 报道了一则标题为 韩国男性认为便利店店员是女性主义者而对他施暴的新闻 该新闻截止到7号下午2点 登上了BBC阅览最多新闻的排行第15位 关于这起事件 BBC解释说 在经济发达国家中 韩国的性别平等程度相对较低 是职场女性生活困难的国家之一 特别是在那些感觉到自己遭受逆向歧视的年轻男性当中 近期对女性权益的反感情绪呈上升趋势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虽然我是男生 但这家伙真的是傻逼啊 短发就是femin 所以你要打的话 你看到长发男生就会去告白吗 没出息的家伙 真心希望能让更多世界的人知道 让他们丢丢脸 因为这真的是很傻眼的事件 极端女超也好 极端男超也好 真是物以类聚 就因为你们平凡的韩国男生女生都在被骂 把feminist当成脏话的国家应该只有韩国 放过这种人的话 以后就会以回宣提南出道的 赶紧公开她的个人资料吧 50多岁长辈的手术费 心理阴影也要治疗 希望能开设后援账号 鄙视军人韩国男生的femin 虽然也是问题 但只是以外表判断femin的你 更是问题 这不是男人女人的问题 是那个人的问题 打的人也是男生 救的人也是男生 这要怎么说明呢 非得要将男女分开吗 让我们恢复男女之间的关系吧 对于20多岁男性 认为女共读生是女权主义者 而施暴的新闻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